很多人想打疫苗打不到 但是呢 这群人却是比大家优先施打 来看看合不合理呢 这群人是否有所谓的关系疫苗 特权疫苗呢 拿出来备受检视 敢打疫苗就要摊开来 让大家知道谁先打了疫苗呢 首先带大家来看 今天大家不高兴的是因为呢 有很多关系跟陈时中 还有跟吴秀梅有关系 来看到打疫苗呢 在食药署的编制 先前呢是国民党立委林一华去爆料 然后他去查才发现 奇怪食药署的 怎么会超打疫苗 百分之一百六十九 那表示有很多人 不是编制在原本的食药署里头咯 那这些人是谁呢 我们来看下去哦 食药署的资料呢 造册 编制也就六百四十六人 然后造册了一千三百五十六人 打了疫苗 已经有一千零八十九人 现在发现哦 他们一开始说因为有很多人呢 可能是委外人员啦 或者是等等的 包含了临时工替代一等 但是后来被发现 居然还有一个单位里头 也有人去打疫苗 这个单位叫做药品查验中心 而在这个中心呢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他们可以先打疫苗呢 是不是跟吴秀梅 他担任董作有关系呢 是不是有关系就可以打疫苗呢 好 接下来哦 吴秀梅回应是说 媒体打电话给他嘛 问清楚是什么状况嘛 吴秀梅就说 我们食药室就真的有确诊者啊 难道要我们业务停摆吗 这个议题我们昨天讨论过 但是我昨天回家想了一整天发现哦 不对啊 如果说一个属一个单位里头 有确诊者就可以来造册打疫苗 请问警局消防局各大公司 好 全联加勒福 那些有发生过确诊者的一些单位 难道大家都可以 也来造册打疫苗吗 我们公司有人确诊啊 不打疫苗 难道要我们业务停摆吗 这个好像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用法 今天大家来问了食药署逃给陈时中 好 卫福部里头是否有全部的人也都打完疫苗呢 好 陈时中的这番回应让大家感觉啦 有一点像在护航啦 他说呢负责药品核准工作 所以呢有接触到药品检验封间 但是哦 现在让大家不能接受的是 这看起来都像是文书处理比较多 什么叫做药品检验封间 好 什么叫做药品查验中心呢 来看这一块 药品查验啦 就是医疗器材啦 咨询啦 医疗科技的评比 说实在的书面业务比较多 他们有高风险像警察 消防人员 医护人员一样会接触到 最前线的高风险的确诊者吗 大家自己来比较看看 现在呢吴亦华说 他一开始查还查不到哦 他要掉相关的人员资料 还被说不行哦 因为这是个资还被拒绝 事件爆发出来才发现 原来我们的疫苗 被这些人打走了 网友就说 居然没打国产 你这样子不健康 因为网友就说 你们就是药品查验中心啦 你们审查国产疫苗 审查高端 那为什么你们自己不打呢 当台湾六成百姓 还打不到疫苗第一剂 政府大官却拼命 极特权打苗 是要熟日前财被报 造册人数1356人 远超过编制一倍 现在黑名单细项曝光 有零食跟维吻人员 加起来六百多人 还有替代义务失忆人 财产法人 医药品查验中心 都夹带175人 董事长更被踢爆 还是施药署长吴秀梅 判断的是医药品查验中心 主要是在办公室检查 药品文书查核 跟第一线防疫 根本没关系 这些相关的业务 真的有跑到第一线吗 如果你们都认为危险的话 全台湾这么多的上班族 为什么他们不危险 根本就是一种 图力自己的行为 还好一直辩解 被抓爆疫苗超大 吴秀梅竟然还呛 是要数真的有人染疫 难道希望我们工作都停摆吗 特权啊 还要讲话这么大声啊 你就知道 只许周光换火 不许百姓点灯 外围单位约聘人员也说不定 那他们本身也不是公务员的资格 那怎么可以打呢 我有崩溃炮轰 有公务员资格的邮局人员 也有人染疫 却没得打 公车 计程车司机 甚至还没打完 打官要打第二剂了 这些省国产疫苗的 怎么不打高端 你们应该带头展现台湾价值啊 合法特权比特权更可恶 为什么呢 他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法律做一个保护伞 大难来时 官员的官制 这个所谓的学问 就变成是凌驾 在一切的人民的利益之上 大官疫苗造册 政府当机密 但当六全百姓 连第一剂都打不到 政府却抢打国际疫苗 名额还多到满出来 这样的政府 人民如何幸福 记得吴俊伟 李璇台北报道 真的急着要打疫苗的人 打不到 现在呢 北市长者专案 还有补教业者呢 是在9号 在花博 要开始来打疫苗了 来的人是很踊跃啦 因为大家知道呢 如果现在不打的话 接下来不知道 还有没有疫苗可以打 或者是 会打到什么样的疫苗呢 好 现在大家都知道 国内的AZ 还有莫德纳疫苗 双缺 虽然说昨天来了10万剂 但是远远不足 我们的莫德纳呢 采购加受证 是855万剂 应该可以让 427万人 接种两剂 但是呢 接下来第五轮 怎么办呢 第五轮之后啊 大约只剩下 71.3万人 可以打到 两剂的莫德纳了 另外呢 AZ疫苗也统计到 8月5号呢 那全台湾只剩下 大约86万剂左右了 虽然说疫情趋缓 虽然说有些人想说 我可以再等等 但是到了8月下旬 可能国内就 没有AZ 没有莫德纳可以打了 花博大勤疫苗施打战 在上午9点准时开打 至少20条动线 同时运作 一早就涌入至少500人 大家都明白 AZ和莫德纳将双双缺货 还有机会就赶快打 像我这次打第一剂 我也是等好久啊 本来第一次就是勾那个莫德纳嘛 单选莫德纳 后来一直等 等不到 是不是因为疫苗不够 所以你妥协了 只要有就好 目前只能这样 根据统计 我国采购加上受赠的莫德纳 总共有855万剂 可以让427万人完整接种两剂 但是目前290万人打完第一剂 15.7万人打完第二剂 第五轮再分配6.5万剂 给一到三类及孕妇打第二剂 43.5万剂用来打第一剂 累计到本周将会有333.5万人打第一剂 代表有71.3万多人可以打两剂 第五轮的AZ也不够了 符合对象有51.9万人 统计到8月5号 AZ疫苗剩下86万剂 现在AZ跟莫德纳疫苗将双双打完 等BNT进来还要两个月的时间 专家提醒 现在只能等疫苗到货 而这两个月空窗期 只能把自身防疫做好 避免在此时感染 记者陈迟念 王一仲台北报道 好 网络上留言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有时候你可能会被调查 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在今年五月份 有一名马姓男子呢 在脸书讨论区 这个当时他在讨论呢 疫苗副作用 他就在这篇文章底下留言 留什么言呢 他说呢 总统已经打过国外的疫苗 结果呢 就被警方依 设违法 含送裁罚 好 但是最后法官怎么判呢 他说马姓留言 只是众多留言当中的 其中一则 然后呢 他的留言也被其他的 网友反驳说 胡言乱语会被抓包 因此呢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他的留言会让人 产生畏惧或恐慌 也没有影响到 公共安宁的情况 最后法官裁定 他的留言是不罚的 好 另外说到了打疫苗啊 到底能不能混打呢 我们先来看国际医学期刊 自然 里头呢 指出AZ疫苗呢 混打MRNA疫苗 中和抗体的浓度 会是你单打两剂 AZ疫苗的9到10倍 那专家怎么看呢 医师舒一峰表示 AZ疫苗呢 在进入人体之后呢 中和抗体比较不足 第二剂打MRNA的疫苗 正好可以补强 这个中和抗体的浓度 有更完整的保护力 他也建议民众 赶快去打疫苗 另外呢 他也提到了 那高端疫苗呢 在中和抗体的诱发反应上 也比AZ强 两种疫苗 是否能够混打 来听听他说法 我们有单打 其实在台湾最常见的单打方式 就是AZ打两剂 那真的呢 你运气非常非常好 你才有可能莫德纳打两剂啊 几乎是很少人 可以打到莫德纳打两剂 所以大部分人单打 其实就是等于AZ打两剂 那国外呢 其实也做了很多研究 第一次打AZ第二剂打BNT或莫德纳 所谓的混打 就是AZ加RNA疫苗 这种混打方式 其实研究结果都蛮一致的 就是可以看到抗体浓度 大概是AZ打两次的 9到10倍 甚至超过10倍 单打AZ你面对的问题是抗体浓度的反应比较低 虽然T细胞的反应好 但是抗体浓度反应低 那BNT或莫德纳这种RNA疫苗打两次呢 遇到的好处是什么呢 抗体浓度高是AZ的10倍 但是T细胞反应比较弱一点 那他们后来发现AZ BNT 这种RNA混打的方式呢 可以到达抗体浓度高 而且T细胞浓度也高的最佳模式 所以呢 最近的那个世界著名期刊 自然Nature Nature Medicine也说 他们也建议说 AZ配这个RNA疫苗的混打方式呢 可以让细胞免疫和抗体免疫 都达到最好的模式 那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呼应说 现在台湾的疫苗也是断断续续啦 如果可以我们更灵活的去运用疫苗 其实我们可能混打 不止让我们的疫苗运用更灵活 也可以让我们施打的民众呢 得到更好的免疫力 还有更好的T细胞免疫力 其实呢 高端混打呢 我们加在AZ里面混打呢 可能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 AZ呢 本身呢 它的弱项就是 它的T细胞免疫强 但是呢 抗体浓度不够强 那抗体浓度不够强呢 其实对它免疫的抵抗力 会有一点影响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端疫苗呢 这种重组蛋白的 可以引起比较高的抗体 那其实呢 就可以补强这AZ疫苗的缺点 那其实呢 就跟我们AZ配RNA疫苗一样 也是互补啊 一个就是强在细胞 T细胞免疫 一个就是强在抗体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高端的这个检查 我们实验结果是 它的强项是抗体浓度高 那其实刚好就跟AZ有互补啦 所以我个人也是蛮赞成说 我们如果之后疫苗不足够呢 混打呢 AZ配高端呢 也是一个期待的一个混打方式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